锁定今天的审议观察 谢谢大家的守候 也请大家不要忘了先帮我们按赞 然后再收看节目 如果没有点击关注的话 先帮我们点击关注 三密再充30万的订阅户 感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依然请到了大家的老师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审议审议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今天请老师一上来 不可免俗的 一定要分析美国大选带来的整个影响 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消息 想跟大家提到 特朗普组阁是否在进行当中了 因为副总统跟白宫幕僚呢 他是不需要进行参议院认同的 所以今天特朗普非常迅速的 任命了他的竞选经理苏西威尔斯 担任白宫幕僚长 当然途中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 成为他阁内的一些人 比如说国务卿人选呀 国防部长啊或财政部长的人选 今天我们从组阁讲起 但是要从一个事情跟大家提起 因为组阁了 当然你就要处理事务了 那董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上台了之后 24小时之内 我会解决俄乌冲突 那我们想请 沈云老师帮我们剖析一下 从董王第一个要处理的事项 来剖开讲 他自己的内阁该如何去认命 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 所谓结束一场冲突意味着什么 结束一场冲突 大家可能直观的解决 就是不打了 对吧 那董王呢 如果按照直觉的理解 我打个电话就说 我是普京 我找普京 你不要打了 行不行 给我个面子 然后我找直连四季 你不要打了 你的援助没了 然后问题就解决 他们是小孩子在打架吗 就是这个场景 我看到过幼儿园里面 两个小孩站在 一对老师都叫不开 突然间来了一个老师 一手抓一个 你们不要打了 结束 是这样吗 不是啊 大概不是吧 应该是有一个 有一个安排 对不对 安排的意思 比如说那地方怎么办 乌克兰的这个归属 就是到最后 乌克兰进不进北约 什么时候进北约 什么或者不进北约 多长时间不进北约 那就有一个机制性的安排 所以在网上 你应该可以看到 那个流传中的所谓方案 对不对 那个方案很多人叫好 说你看啊 乌克兰20年不进北约 20年不变 董王的任期四年 他做20年 20年不进北约 好好好 北约同意了 假设北约同意了 那第一呢 你让普京说 普京你多少象征性的 突一点地出来 你那个没有放进 法律范围之内 颜色没有涂的 多涂的地方 所谓突一点出来 好好 假设我们说普京也同意了 假设我们都假设 然后第三个 这个现场怎么维持 你们不要打架 按照这种冲突 如果双方最后没有签条约 只是暂时脱离冲突的话 中间放一只田县兵进去 好吧 田县兵从哪来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方案里面说 从欧洲找部队过去 美国人不会进去打 你看我多好 美国人不介意 我不插手的 欧洲找部队进去 欧洲找部队进去 问题就在这儿 看上去一个非常不浅的细节 对不对 欧洲部队有没有别的身份 比如说他是不是 北约成员国的部队 非常有可能 如果他是北约成员国的部队 格物冲突打到现在 北约在后面提供弹药 到现在为止 就算有所谓的北约匹匹兵 就是换上装备的那些 所谓的雇佣兵 或者那些武装力量 都是暗挫挫进去的 以雇佣身份进去的 然后你现在做一只北约兵 顶着一个旗子 然后就处在俄罗斯人面前 卡在这边 北约部队 量民身份 不管以什么名义 踏足乌克兰领土 就这条 你特朗普面子大到 让普京能够接受 你让俄罗斯国内一帮 极端民族主义者 怎么接受 然后我再讲一个 非常经典的技术场景 007 明日帝国 开篇的那个场景 就在这支部队进去之后 在第二天晚上 从俄罗斯方向 直接一发炮弹过去 死了一帮北约部队 那好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这批人受不受保护 这批人受不受保护 这批人如果受保护 第五条要不要出发 那你就打电话说 我派个007过去 24小时那帮人揪出来 到这一步的话 就要反推一个问题 你特朗普提出这个方案 是一个结束冲突的方案 还是一个表面上 看结束冲突 但是包含着冲突急速扩大 把整个北约拉下去 和特朗普和俄罗斯 全面开战的方案 看样子是全面开战 你根本就没想这么多 这就是你脑子一拍 想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个标准的 特朗普式的方案 自以为是自大 无知 但感觉特别良好 就特别不懂 但特别敢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竞选语言 但有人真的会把竞选语言当真吗 他就这么干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特朗普在第一任期 他不就是专门做这种事情吗 就包括从跟中国打贸易战开始 他在对外战略上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 不都是这样的吗 说一句惊天大话 然后在不应该戳的方向 直接戳一个 他完全收拾不了的窟窿 然后捞一波 摸摸鼻子走了 所谓的捞一波 拍张大头照 拍张合体握手照 所以我说 特朗普提出的每一句话 他提出的每一个政策性的主张 尤其是 内政我不去管他 内政反正他是你们选的 你们自己去销售 所有和对外战略相关的那些政策 包括他的宏观财政和金融政策 他会有外 这影响到我们当然要去看了 所有这些政策 我强烈建议 都要建立皇帝的新装检验 就这货是不是就是在裸奔 那他可能 是那个正在裸奔的皇帝 他可能是兜售皇帝新装的那个骗子 他可能就是这个骗子 其实自己也不是一个 之前有一个那个 偷口救援员 把特朗普称之为一个真诚的骗子 所谓真诚的骗子就是 他其实也不懂 他只是把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这么说出来 他就是把他自己想东西 真诚的这么说出来 就是他是真诚的无知 以及真诚的蠢和骗子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特别聪明 那如何去检验呢 谁会成为指出他没有穿衣服呢 如果现在看来 他从他内阁成员来说 这些人会指出他 哈哈你看他没有穿衣服吗 这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执政了四年 有没有什么进步 又竞选了四年 他那个竞选周期非常长 因为他始终否认 他失去了那场选举 所以他在四年 相当于执政了四年 竞选了四年 这八年让特朗普大彻大悟 农场悟蹈 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团队里的所有人 必须都听我的话 谁敢说不就给我出去 谁敢说不就给我出去 所以我一定第一 我找一些朋友 跟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 但是这些朋友 必须满足某种条件 你这张上面讲的是内阁成员 但是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人 马斯克 对 而且他在海湖庄园 最后那一张合照的时候 都是他的家庭成员跟他合照 只有一个人 马斯克里外 马斯克 理论上讲起来 最早跟他靠拢的硅谷大佬是皮特迪尔 但皮特迪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形式上 出现在这种场合和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 因为马斯克本质上跟特朗普是一样 他们的人格特征非常相似 他们的行为模式非常相似 当然 而且他们的发展轨迹也非常相似 就是他们在一个和政治外交 国家治理 社会公共政策完全无关的领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后基于心理学上非常经典的 隐伦效应 大家认为在这一个领域取得如此 巨大成功 简直称之为璀璨人类明星的 这么一个人 他一定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然后他们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然后在这个陌生领域里面 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人格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就是那我懂了 我懂的是什么 我借助直觉 我借助常识 我借助那种类似 就是比语联想的方式去回答 本质上是有一套 另外的内身规律的这样一些想法 当然 这种直觉很可怕 你要引领一个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除了洛克菲勒之外 很少有美国的百万富翁 就是那种意义上的 old money的百万富翁 直接充当美国的政治领导人 他们一般只是选出自己专门的代理人 去管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只是 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行为的原则 这些行为的原则是人类智慧的一般总结 比如说你任何时候你要有一个check and balance 然后最好的check balance是什么呢 一般意义上就是把政治权利和钱分开 把政治权利跟钱分开 马斯克最牛逼的有一句话 就他接受一个访谈 你跟我讲钱 你跟我讲power I don't care 为什么don't care 因为我有钱 所以I'm free 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人 这个在产业领域非常好 非常可以帮助他去试 每一个重大的这种新的设想 但是在政治领域嘛 我不说他会做错 我只说在政治上和他持有鲜明不同理念的那些人 在他对面的那些人 面对马斯克会有恐惧 因为他们很难用常规的方式去阻拦马斯克 因为你说你要罚我钱 我不care 你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但这不是罚钱 这是一种check and balance 于是他不受制约 你说你要给我power I don't care 我直接下面有人 这些民众就是我的权力来源 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一来 马斯克的这种人的存在 他会让政治上的这个compromise 所谓妥协变得不可能 因为他不妥协 当然他不妥协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 对方做的很多事情也没把握好分寸 也没有妥协 没有把握到中庸之道 但是他的这种禁逼 引发对方后续的反弹 就是会导致对方使出一些 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力度的东西 事情就会因此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违反西方政治文明 几千年以来发展的 这种基本的内生逻辑 经验事实证明 所有违反逻辑的事情 和所有违反逻辑的人 最终一定是会遮疾成杀的 因为逻辑和规律之所以成立 就是用这种人证明出来 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现在你想董王 马斯克上来了 然后董王也上来 而且董王现在是绝对的权力 参院 像今天我看已经拿下52席了 然后众院基本上也拿下了 最高联邦法官 有三个都是他亲自任命的 然后他自己还长白宫 基本上是其所有权力为一身了 那您刚刚提到的 在这样继续看下去的途中 那对于董王来说 他现在有马斯克了 他是不是要培养他自己Mega集团 或者是Mega事业的接班人 是不是Jelly Vance 我们也要小心呢 稍微暂停一下 就是马斯克的位置 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为什么因为特朗普跟马斯克 这两个人他非常的相似 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其中有一条是什么 这两个人都有很强的权力欲 跟控制欲 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可以分工的 董王在前面冲 对吧 然后这个马斯克在边上 帮他助选和助攻 对不对 进入到工作状态之后 他们两个人在工作团队当中的关系是什么 是一字并肩王吗 特朗普这样的人 允许自己的团队里面 有一字并肩王 而且看上去这个人 还能分走特朗普最在乎的 媒体的聚光灯 特朗普能听吗 想想就觉得如何呢 马斯克最好的办法就是 为什么他们当时在谈的时候说 我专门给你成立一个部门 然后如何如何 这个专门成立部门的事情 特朗普在上任当选到现在说过吗 我让你出现在我的家庭团队 这种家庭团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我执政当中的那些人都是家庭成员吧 没有伊万卡那上一届的事情了 那如果就放了一个马斯克 然后一个正儿八经谈业务的人都没有出现在中间 我在给你马斯克一种非常私人的荣耀关系的同时 我是不是暗示你其实不是我严格意义上执政团队里面的人 你不要进来你在那边我给你画一块地你在那玩 就不在里面 事实上这已经很微妙了 在我看来这已经很微妙 这个在今天你如果在那个中文的语言环境当中 有人已经用吕布韦和沈万三在去往马斯克身上套 你说套哪个 但是套哪个都不好啊 套哪个都不好对不对 没有一个是善终呢 对吧 所以最大的赢家不是马斯克 很多人都在说这次最大的赢家是马斯克 如果最大的赢家是马斯克 像比尔盖茨和美国的那些老钱 他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老老实实待在幕后 不出来 他们是蠢吗 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的 马斯克这样的人他身上有一些东西是适合打破规则去玩的 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马斯克已经跳得有一点点那个了 我就我顺带我好奇我不是研究SpaceX的 SpaceX的工程团队离开了马斯克就玩不转吗 马斯克现在手上掌握的所有他的业务型的那些内容 从从特斯拉开始到SpaceX到Starlink这些东西 有哪样是当马斯克这个不存在之后 他无法独立运行的 或者换一个人他就管不出来 至少是因为有了马斯克才有了这些东西 但你说换一个人是玩不转的话 这个并不是那么好去定义 你这个不是那么好确定的对不对 你既然不是那么好确定的 你马斯克不应该讨论就考虑一下 你现在要干嘛了吗 所以刚刚那张合照看样子 马斯克虽然是进入了特朗普家人的核心 这是一个他的最高光的时刻 这不叫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团队 这叫跟特朗普有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但是这种店在美国店里面都多了 这个塔尔萨之王史太龙出狱以后 跟他原来那个老大和他老大儿子 那个对话不就是个经典场景吗 我们是很好的兄弟 这位帮我进去顶了25年锅 但是business is business 生意归生意 对吧 这个很清楚的 这个因为后面涉及的是 美国核心政治权力资源的分割 无论是惯例也好 又或者是一般的历史经验也好 这里面会比较微妙 再加上特朗普 特朗普现在应该非常忌讳听到一句话 这次就是因为有谁谁谁帮你你才赢了 他会非常忌讳听到这句话 他会认为这次就是我赢了 你看我多厉害 就是我 就是我 没有任何人 都是我的手下 我赢得了 不是谁谁谁帮我赢得 这个在特朗普的人格特征当中是很重要的一块 我不相信他这四年会改了这个人格特征 如果有什么改的话 也许以前是及时发作的 现在会延时一会儿 但人家肯定会记着你的 这句话是特朗普最不想听到的话 因为有谁谁谁 所以我今年赢得了选举 我相信他绝对不喜欢选举